今天新北市的確診個案是零 舉起的板子上寫著大大的零 新北市週五好消息 時隔96天再次本土確診加零 而永和擴大篩檢專案 到週五中午為止 篩檢了1361人 沒有再新增確診 面對疫情 我們要協會謙卑 更協會人正以待 我們永遠不能放生 更要小心翼翼 一天的臉並不會代表明天後天 都會是臉 台北則是公佈新增兩例本土個案 包括一例加戶感染 一例是桃園機場的 越捷航空代理地勤人員 市長柯文哲說 機場地勤人員個案為不明感染源 不知道是不是跟外國人接觸感染 而且在境外14例 我會看那個資料 每個國家都有 它也不是集中在某一個國家 幾乎很平均在每個國家都有 所以表示說新冠肺炎在整個世界上 在現階段還蠻嚴重的 所以我們現在臺灣 是靠邊境防守 把他擋住 所以不小心還是會被突破 雙北的市長都強調 國際疫情嚴峻要嚴守邊境 而臺灣在這次疫情經濟受挫 柯文哲說 臺北捷運今年恐怕虧損50到80億 同時也宣布 臺北市有不動產8月到10月的租金減免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林 曾新敏 臺灣 臺北報導 重點的稍佔 降 20%